美妝椰子噴上酒精消毒 再仔細來回擦拭 醫院內隨時清消 要給病人和醫護安全的 醫樂環境 清潔員默默做好防疫工作 但卻傳出遭到期許 甚至被房東趕走 我現在在醫院當清潔工 他聽到了態度就轉變了 說可能不方便再讓你續住了 因為醫院的工作關係 希望我趕快搬走 越說越無奈 全先生曾擔任營造工人 因為疫情工作量減少 失業後到醫院當清潔工 同時還負責專責病房清潔 向房東提出 因為趕快工作 希望能延絞一個月房租 房東起初答應延絞 但一聽陳先生透露 在醫院工作立刻改口 趁對方拖延房租 堅持要提早解約 一週內要他搬走 政府所帶的問題 要疫苗沒疫苗的 去哪裡都有害怕 然後導致大家變成 要工作沒工作 最大的問題是 真的是來自於中央政府 連在醫院當清潔工 都要好幾天才施打到疫苗 陳先生痛癖 一般民眾想打也打不到 房東想提早解約 這根究竟就是因為中央防疫失禮 民眾各個人心惶惶 誰都害怕染疫 也造成醫療相關工作者 頻頻受到歧視 就是因為我在醫院工作 覺得說那你會不會 把病毒帶回家 會讓我覺得說 被歧視的 每天滿頭大汗包緊緊 進出病房協助消毒 還得處理高風險 紅色污染袋 疫情之下的工作 已經夠辛苦 現在還得擔心無家可歸 就算房東最後提出補償方式 但被迫提早搬離 醫院清潔員也無端成為這部疫情的犧牲者 藉張妹子張正銘採訪到